詞曲 李宗盛 神zi 大家 istedi乾 mil vos hablar 完蛋阿B 今天我们看到 血統老 caucus 有意义义义 到今天 我們看到 有意义义义 法力面跟政治面的问题 有意义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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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 puedo 所製造的一些危機 有一陣跟他的法律面 我個人觀察至少有五點 第一 立法院長 為在野黨的立法委員 進行司法關說 不過 關說的唯一證據 是未必合法的監聽電話 第三點 特徵組就非他職權所及的問題 公開舉行記者會 指責立法院長進行關說 第四點 行政院長 與檢察總長 配合總統來鬥爭立法院院長 第五點 總統兼黨主席指揮政黨 考計會撤銷 王金平立委的 院長的黨籍 連帶取消他的立法委員 更剝奪他立法院長的職權 這後面有很多的法律面 我們需要很多專家來給我們解釋 另外在政治面 我們也很清楚地看得出來 這根本就是執政黨領導操程 馬總統與國民黨四大元老之間的權力鬥爭 第二點 馬英九 利用總統兼主席的身份 操弄政黨的機器 來摧毀憲政體制 因為他不只是剝奪掉立法委員的資格 是剝奪到立法院長 由全體立法委員 依法選出的立法院長職位 第三點 紅三軍已經嚴重地摧毀了台灣的國防威信 在這次的九葉政爭 更進一步摧毀了台灣的國會和司法規信 就我們的政府來講 已經全面活絕了 第四點 剷除王金平 就是搬掉國會的巨石 以便貫徹馬英九的 個人意識 使包括福茂協議等重大法案 可以順從馬的旨意來快速通過 另外也要提醒 在十五年以來 隨著台灣民主化的進步 同樣一個人把李登輝趕出國民黨 把陳水扁關進監牢 把王金平從立法院要清除 這個超級強人霸主 他在2012年1月14日 當選連日獲得689萬1139票的支持 以51.6的比例當選連任 但是九葉政爭之後 民調指出他已經掉到9.2%了 人民有權選總統 人民應該更有權力 不要他再招他多獎 九葉的政爭留下製造一些課題 第一個 要不要讓馬英九下台 如何讓他下台 他下台之後 憲政秩序如何重大 誰來繼任他 誰來當副總統 還有內閣國會 宣法徵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三法 是不是也應該認真考慮 要推動道德 現有的國會提前來選 我們希望立法委員超越自己的利益 面對這麼嚴重的憲政家序 是不是可以有人見義勇為 率先來推動倒閣 提前解散國會 我想當然還有司法改革 蔡村主還要嗎 如何可以進行關說 哪些關說是要禁止的 什麼樣可以監聽 目前的監聽 是不是真正做到合法正當性 這是司法跟人權的問題 當然很清楚的看到 與其今天報紙也更進一步的證實 馬英九可能不在乎 台灣人民如何看待他 因為他在台灣 頂多就是坐到這裡 他現在的興趣 是要到中國大陸去 很早我們就認為 他處心機率要跟習近平 在明年上海APEX見面 有求於人 習近平當然就會一步一步進逼 一定要遂行東南海的意志 在如果見面的時候 一定會有機會 然後還要逼迫他 簽署兩岸 不管叫和平協議或政治協議 我們面臨的是在政政以後 憲政秩序重建的關頭 我們也應該重新思考 台灣跟中國兩岸關係 如何才能夠讓它健全化 目前既不健全 尤其神秘息息 我想這就是我們今後幾個月 共同面臨的課題 今天的研討會 只是一個開關而已 我非常謝謝四位教授 能夠Poro來參加 首先介紹 是台北大學公共協制系的 陳家祥 教授 歡迎 參考 還有請他談 法院九總統下台相關的憲政問題 第二位我們請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 張宏林先生 待會兒告訴我們 立法院出現了哪些問題 然後文化大學法律師 去尋匯豐教授 待會兒請他從司法應該做怎樣的改革 最後我們請資深媒體人 這幾年深入介入中國人權改善的 楊憲宏先生 很大讓他談 兩岸關係如何從危機變成轉機 再次謝謝四位學者 我們現在就先請陳家祥教授